这个病人呢 他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 那年轻人副睪丸发炎 其实通常都不是因为 受限回大解尿困难引起的发炎 因为这是一个急转 因为病毒有这个受体 那这个受体哪一个器官有 就会受到影响 然后让他解割以后 他就发现他的睪丸整个肿囊肿起来了 整个阴囊肿起来了 总到大概平常的副睪丸的四五倍 因为他可以四五公分那么大 这个是睪丸 这个是副睪丸 目前恢复的还不错 药物治疗以及我们希望他身体的调理 目前恢复的还不错